音乐 音乐它能给我带来力量 我觉得我能通过音乐 找到我应该去找的一个方向 我叫陈长海 是一个先天失明的盲人 那么现在的职业呢 是一名推药师 从07年就开始 从事按摩这个行业 这个腰大肌 你看 你按的时候 它会往后侧 放射性的头 对不对 11年到了我们 贵州圣华职业学院读书 就认识了杨智 这一群智同道合的朋友 就开始玩起了 这个音乐制度 后来出来以后呢 就不想放弃 还有我们做按摩 也比较枯燥 所以说就用音乐 可以来为我们的生活 整天一丝风采 先天条件不足 困难肯定是比较多的 我们首先看不见谱子 所以说全靠记忆 全靠听和摸 比如说在吉他上面的品格 看得见的 别人一纸 第几品 然后你一看 就知道在哪儿 然后那根鞋 然后都好看 每一个谱子 我们都要去听 所以在这个学习的当中 别人或许一天 能够学得会的 我们要更长时间 一周或者是 更长的时间都不一定 18年呢 我们当时就坐在一起吃二顿饭 然后喝了点酒 意气风发的就组建了这个折尔根乐队 我是鼓手陈昌海 吉他手杨智 杨智是全盲的 全盲的概念就是白天和黑夜都是一个样子 键盘手兼主唱陈克星 陈克星呢能看得近一点 在盲人里面属于二级 贝斯首彭万海 他是健全人兽 乐队里面最辛苦的一个 他是送外卖的 我们当时曲名也取了很多 我们考虑的音术 第一个能代表这个地域性 第二个呢 在这个乐队里面盲人居多 我们是算是生长在黑暗中的 吃饭的时候就正好吃到这道菜 一想它的特性比较和我们贴切 它的精华部分都生长在黑暗中 而且它是坚韧不拔的 就折尔根偏颇生嘛 所以我们也需要这样的精神 然后就取了这个名字 想表达我们本土的这种少数民族 以及我们方言的这么一类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正能量 就是我们这种生活 传递给更多的人 我们虽然看不见 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享受生活 并且呢对生活也是充满了希望的 我们这个乐队呢 认认可的很少 我们首先只要说觉得值得就行 在生活中体会到的感悟到的 就是通过音乐这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大家都很喜欢这样的音乐方式 这种就是自然的就是大家本能的和我们的音乐碰撞在一起 音乐它在那种场合下它就不分离我了 就感觉咱们的灵魂就碰在一起 我们本来就是平凡人 又是在各自的工作感悟上面 只能够养活家庭或者是养活个人 没有经济去搞这个专辑 我们也在尽量的去攒钱 通过一些演出 然后从这个演出呢 扣掉这个个人的花销以外呢 剩余的钱啊 尽量的就存着 店是16年开的 开这个店呢 我想的就是为这个继续做音乐做准备 我还有我的姐姐 还有我爱人 还有我的姐夫都是盲人 我们身边的这个盲人群体也很大 就感觉我们的这种生活很单调很枯燥 我就想通过这个音乐啊 或者是一些活动啊这些 让我们这些盲人兄弟姊妹啊 平等参与社会 平等享受娱乐 让他们的世界不再孤独 特别是咱们后天失明的盲人朋友 其实是很自卑的 音乐呢 它就是我们的精神粮食 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希望和力量的 要一直长期的去做 不管谁有什么困难 那只是暂时的性格 但是乐乐队呢 一直要走下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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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